是的沒錯 其實即便在過去這20年 在資本市場這種衝勁鬆出 其實最怕的就是像孫道純這種人 因為明明這家公司 公布的財報也是不錯 而且土地資產又很雄厚 所以想說每一年 也給你大概一兩塊的現金股利 想說就存個老本 反正利息大概算一算 股票殖利率可能有六七八 比銀行訂存好一點點 那就想跟他拼個一輩子有沒有 想說我的退休金就靠他來活嗎 因為他每一年都這麼穩定 結果就決定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出現像孫道純這種人 然後你知道多誇張嗎 他一直說 那個200億的掏空不是他做的 你是董事長 你張開下去 你不知道200億不見了嗎 200億不見了 他說不是不是 不是是財務長幹的 是總經理制的 怎麼會有這種人 臉皮可以厚成這副德性 然後取嫩妻 然後過好日子 而且你知道嗎 就因為他過去過得太好日子 那些2.5萬的投資人 七十八億的資產消失掉 都沒關係 你們家的事情 誰叫你要相信我太平洋電線電 你是你自己頭殼壞掉 然後我們對他也束手無策 結果你知道他幹嘛嗎 他過的日子真的很好 有時候想想看 資本市場真的有時候 想想那件事情 真的令人感到感傷 就是我們那些人 不是你錢都不見了嗎 你可能有真的很多人是拿太平洋電線電 當作是一輩子的退休金 因為他當時的薪金鼓勵都相對穩定 有幾年稍微不好 這什麼意義 你被管收 你可能會被管收 結果你租金可以付到三十萬 去住這種豪宅 你有沒有聽完是 而且我都有懷疑 他到底那房子的名下 是誰的房子 那這個二三十萬到底是誰付的 然後我們這些所謂債權人 沒有辦法對他有任何皮條 你明明看到他的這個前妻 兩個前妻 還有他的新的老婆 身上的包包 還有一雙鞋子 那鞋子很貴 那品牌你也沒聽過 這種話講完之後 然後看他開最便宜 你也要五百萬車之後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下一張 這寶萊花園到底這個價值如何 但是有人說這個這個房子 風水是有問題的 因為這是寶萊花園 後面是墳墓 真的很精準 沒有錯吧 寶萊花園廣場 然後後面是墳墓 不過據說在二零一八年 連續有十五間房子求售 是怎麼回事 對 因為寶萊花園 其實他的爭議一直是非常多 從阿扁總統時代到現在 那包括那個某家 那個連鎖的千金 致意的這個問題 那所以寶萊花園 你注意看他的出金 其實都不高 我老實說二十幾萬 在當地來講 跟其他三十幾萬比起來 其實是相對比較便宜的 可是相對一定有他的原因 你看二零一四年 有一個明遠 吳立林 是不是周刊爆出 他倒二十一億 二十幾億 然後那時候扯出 跟蔡振宇有一些關係 是不是好朋友等等 那當然雙方後來各自撇清 可是我們要回過頭 去年其實是房市最慘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稅制的問題 所以相對很多豪宅都被拍賣 包括一品院 一品院 我們聽一品院都高不可及 竟然一品院也會被拍賣 原大一品院他可以從樓上看到總統的住居 好 那時候在蓋那個房子 大家覺得很爭議 因為你那邊設一個足跡槍的話 是可以打到總統的 連那種地方都可以蓋原大一品院 你就是要一品院能住進去 非富其貴 那相對我們來看寶萊花園 其實也是 因為去年有一個法拍的房子裡面 就有一個就是吳麗玲 我剛才講那個社交名媛 大家應該對他非常熟悉 吳麗玲這個房子 後來有沒有法拍成功 後來是沒有的 因為他有一個相對的問題 因為法拍的底價是一億多 一億三千多萬 你說這個房子曾經有被法拍過 然後這是所謂的名媛叫做吳麗玲 他原大一品院也法拍 所以這個裡面 他也有一間也法拍 那為什麼法拍不能成功 這個房子價格合理 應該很快就出售了 這就厲害 你知道兩千零九年 兩千一年豪宅是漲最兇的 對 那所以可是二零五年 因為房價的問題 而且加上他本身債務上有些問題 那你房子法拍一定 他就想辦法讓你不能拍 這個就很厲害 對 他怎麼樣 他最近那個房租繼續收 對 他是把房子租給人家 我就一次租你五年 我們剛才說房租是二十幾萬 我租你八萬塊 我一千跟你簽五年 我一千跟你簽五年 你拍的時候 我們房租收益 我們講房租收益 根本剩下零點零五 我去買這間房子 法拍的房子一億三千多萬 這樣怎麼會給他 他就用這樣的方式 讓你沒有租金收益 你就不敢去買 而且你買了之後 你也不能馬上搬進去 好壞 因為依照房租的契約 我要五年後才能搬 那投資客沒有辦法下手 因為投資客要給銀行的利息 至少兩趴擠掉 我拿租金 不只兩趴 三趴 而我收你只收零點五趴 阿北盒 那我絕對不投資 所以後來 好壞喔 這個厲害的地方 就是用這個方式 讓你買賣不破的租刃 這個租刃契約相對是有效的 因為我們必須保護租方 所以後來這個房子 也沒法拍成功 所以我要講的是 接下來重點是寶萊花園 剛才主持人講到他風水很多的問題 對 其實回過頭來看的時候 寶萊花園是我們那時候認為說 好漂亮的房子 好窄啊 尤其是 經濟計畫區 對 尤其是那時候公共空間 你知道嗎 他可以去換農機率 那時候他沒有 他就用那個樹把你擋著 那你根本看不到 有民眾去撿擠之後 砍下來 我看到裡面真的是不得了 可是不得了的背後是什麼 後面是亞中夥 山裡裡的這個 這個牧原區 那旁邊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話 就信義快速道路 就隧道出來 那好 其實這裡面會發生很多的問題 尤其他他左手邊 他是後面是沒有那左手邊 這邊是什麼 是一零一 有人說那個會有閉刀煞的問題 一零一會有閉刀煞的問題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 如果在左手邊 領袖一零一 不是一零一 是領袖一零一 領袖一零一 因為他的房子的角度關係 這邊有個閉刀 正好直接對沖他的名堂 就兩間房間的中間直接對沖 所以就是你房子中間給他砍一刀 所以領袖一零一旁邊是真的一零一 那那時候這個地圖裡面 他還沒蓋 他現在蓋了之後 對他影響會更大 因為原本那個真的一零一 對他來講是好的 為什麼要說原本的一零一 對他來講是好的 各位我今天要來上節目說 做一下功課 下次你就變風水大師 沒有 這個是寶萊花園 我圈起來這個地方 如果是真的一零一 沒有蓋領袖一零一 這個男主人就會長文昌 就是文職 官職 就是我有拿毛病 就是文昌 所以有人說一零一有的是 遠處看就是文昌筆 你看那個造型 是不是像一隻毛筆 所以就是封為文昌 所以剛好在兩邊 所以對男主人是有利 可是這一個煞氣 對女生不好的地方 你看後面亞中回 我們叫固櫻薩 那固櫻薩旁邊 注意看快速道路出來 我畫兩條綠色的 像不像兩隻弓箭 對 他對四樓以下的住戶影響非常大 尤其是女生的右邊的腎 對 我說住裡面 你不斷的 你不斷的 同時的 他兩個動作是 你們兩個 有點嚇到 他兩個都單身 因為是 他已經有容路情境 反正現在他就在那裡 可是我們很認真在聽你說 然後又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 這個就是這樣轉過來 像鐮刀又像弓箭 整個箭這樣射過去 所以對女生的那個腎 是非常不好的 可是這是僅止於四樓以下 四樓以上其實就化解掉了 那可是我們一般在講嬰宅的部分的時候 如果在後面的右邊 對女生的影響更大 女生的那個心境 人家說心情 會忽然間變得很孤僻 因為嬰嘛 你的個性很沉悶 然後很容易住在裡面的夫人 千金就會產生憂鬱的感覺 給人家很陰沉的感覺 或許你本來豁然開朗 可是住在那邊 可是我們一般在臺北市 包括文山 信義 其實看得到 我們說是 但是大小差很多 這個看過去好像就在你家 前面 我們家後面一看過去 就一整片這樣 真的是很恐怖 那時候阿扁總統出事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因為你買那個 後面就整個都是陰宅 所以對你的官司都不好 然後可是對男生好不好 其實對男生是比較有利的 因為你注意看這個寶萊花園的 後面的左邊 其實剛好三擋著 所以女生相對來講 因為是那個山洞 山洞其實對女生的升職部位 那內疾都會有相對的影響 江柏勒call in進來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 告訴各位 這個可不可以化解 其實其實這個是可以化解 而且是很簡單化解 我們一般都想得很複雜 去請風水大師來 怎樣怎樣 其實很簡單 你們家的寶櫃外面掛一個山海鎮 或是反攻陣 發掛陣 對 然後就把它反射回去了 那遺山倒海就用出去了 你就沒什麼問題了 可是一般來講住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你如果一個房子超過兩百坪 感覺說運勢不是很好 整個官運也不是很順的時候 你要記得外面要放石獅子 石獅子是可以幫你鎮 鎮住你的運氣的 所以門口 有人家裡 你注意看 豪宅 很多人門口一看進去 他們到達有兩隻塞 國民黨黨部是不是 真的嗎 國民黨黨部是 兩隻塞的意思是說 我幫你鎮住我的運氣 把那個官運把它穩住 讓你步步高升 所以我今天要講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接下來的故事裡面 你是不是太強 沒有沒有 下來又有大法師 要不要轉業 這麼沒力很煩惱 沒有啦 不要這樣 如果我們就看到節目 看桌都學了一些 另外他這邊還有電塔 電塔 電塔很重要 電塔會影響一個人的腦波 我們去看房子 因為我買房子的時候 我很喜歡去看房子 腦波就是受到電塔影響 電塔那個磁場 所以寶萊花園 他雖然是豪宅 可是相對一些有錢人 比較注重風水懸縮的人 他不會真的去買這邊 寧托是資產 讓他爭執 不會真的住到裡面去 可是裡面剛剛 世維哥講的 裡面住這麼多有錢人 可是也發生過很多事情 不是嗎 可是他們講 四樓以下不好 四樓以上搞不好就不錯了 對 四樓以下 因為四樓以下 他剛好遇到那個快速道路 那個高價傳避 對 打工廈 所以看起來這房子 有人之所以說好的原因 是因為101大樓這個地方 遠看就像一隻筆 而且在隆位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所以人家說這個洞 寶萊大樓 這個就是他這個101 這是另外一個101 還沒有蓋之前 正好他旁邊就有 對於男性來說 他就會有比較好的一些 文采的命運 但是回來一件事情 他卻是有這個刀工煞 在低層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我們這位大哥 這位有錢的大哥 孫道成協議 應該是不是住低樓層 應該是住高樓層 但是裡面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剛才這個民友講的 他裡面有個電塔 而這個電塔 距離也其實蠻近的 那麼會對這個風水 產生很大影響 所以市委是真的就這樣子 讓一個非常知名的 連鎖電的這個 就是連鎖超市的 長上公主莫名其妙的 就墜樓從二十幾層樓墜樓而亡 這個部分 你說這個全聯的那個千金 他這樣子墜樓 我相信這個部分 我只是涉獵一些 可能這個部分要問 友誌會比較清楚 友誌來 因為其實寶原花園廣場 我剛剛大家一直在問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住在裡面 其實有一個說法 所以因為他寶來建設 一向以建設出名 他的品質很好 我想說一間 一間像豪宅那樣 老闆也在住在裡面 建設公司的老闆 像蔡豬秀 有人住在裡面表示 寶來就是他自己蓋的嘛 品質保證嘛 你就加自己大 譬如說我們自己煮 我有開拉麵店 我加自己在那裡吃拉麵 表示這間會吃的 如果老闆每天說 沒有我們鎖拼吃的 這間都會去吃的 就寶來就是這樣子 老闆都加大 大家四個都會進來 這個他其實是這樣 但是呢 因為他出了很多狀況 剛剛思維哥唸了一堆的名人 其實就是林敏雄 他的女兒 這也是林敏雄 全聯號稱全臺灣最大的現金王 現金臺灣最多就是他 結果他人生最大的遺憾 就是他女兒 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剛好九月也快到了 因為季日快到了 按定路要這樣拔下去 因為林敏雄後來 我大概去問 所以說這要呼籲一下 想不開不能做一個夢 不行啦 但是有人說這疑暈蟲蟲 疑點蟲蟲 疑點蟲蟲 因為他沒有任何輕生的跡象 那天是很奇怪 因為那天是他女兒的生日 對 他女兒生日 從晚上九點在前櫃 一路唱唱唱唱 唱個真花意 唱個一點 大家有人該走的該走 有他女兒就把一些朋友 帶到家裡面來 繼續唱 繼續耍拖 也很高興啊 因為百萬劉後院廣場 蠻大的一百坪 他們就在客房 跟那個客廳中間在那邊玩 因為他爸爸媽媽跟那個 總共把頂樓二十七樓那邊包下了 一整層似乎都買了 兩個兒子一戶 他跟女兒住 把他打通之後住在一戶 那所以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就在那邊開玩笑 玩玩玩 玩到五點 很多朋友乾脆睡在家 那就睡在家裡面 好 時間表到五點 凌晨五點 玩一整個晚上 早上八點 八點 保園花蓮館廣場 剛剛那個明佑講得很清楚 分前面跟後面 前面他是面對 那個後面是面對那個 那個快速道路 前面那邊有個花園 後面就是以後面 也有另外一個花園 他女兒從頂樓碰 掉到花園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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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十階 全部都砸爛 而且全身骨折 全部都吹噴噴 那時候剛好住戶 有一個人過去 一看到嚇到哇 然後大家在議論紛紛 因為一定會抬頭去看嘛 你看暗台暗台 從哪邊來的 然後那個那個 因為豪宅一定會廣播 誰家的現在發生的事情 不好意思有住戶 你們要小心 清點家裡面有沒有人 一點 結果是林敏雄引刀 而且那個地方 剛好也是客房 因為生幾晚 有的時候朋友睡他家 從那邊掉下來 那以後人說不是從客房 其實他們女兒子走走走走 因為他在頂樓 頂樓全包了 從頂樓 從那個二十七樓走到 再頂樓 然後去跳下來 那後來警察到現場去看了很多 怎麼看都不太像 因為那個頂樓 如果說直接像我們這樣砰砰砰 下去就算了 那個女兒牆一百四十公分 最不夠吃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要不小心失足墜樓 那種失足的腳要滑過 沒有這種失足墜樓 很奇怪 而且說那個那個整個 那個警察問他說那是不是喝醉酒 家人也說那天其實沒喝沒醉 而且大家都在客房裡面睡 那這三個小時五點到八點 到底什麼原因讓女兒跑到頂樓去掉下來 而且很多人問說那是不是這些朋友沒有顧到 家爸爸媽媽為什麼顧到 因為那個現場的場景沒有辦法 因為分三個房間 我大概講 而且為什麼警察後來特別到上面去 為什麼我說 因為輕生的人 跳樓輕生的 通常女兒牆會有個特徵 如果要輕生的人 那個手會攀住女兒牆 所以你去看那個有的輕生下來 我們看那個社會記者去看那個 主要去看什麼 有沒有的踏殺 第一個是崩的距離 如果是有人推了 一定會有一段距離 大概會一兩公尺以上 如果是他自己輕生的 他手會攀住女兒牆 所以你看到下來 很多人他指甲是斷掉的 很多指甲是斷掉 為什麼 因為要扣住 對 要不然在人要輕生之前 那個掙扎力道是超過你想像 他整個看進去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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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他決定的時候 又又又是反悔 所以卡 所以那個指甲有的時候扣斷 或者是你下來的時候 因為極度的害怕 所以你如果我們把那個死者的 那個手攤開來 你看他會那個指甲會陷進那個 因為在下去的時候 他很害怕 對 後悔了 這樣下來 所以你會 你把你現在自己的手 把它握緊 握很緊 握很緊之後 然後把它張開 你看是不是有一橫一橫的紫痕 通常這種我們就認為是 而且女孩子指甲有長 很長啊 女孩子都會摳到裡面去 所以我們會把它打開 如果他 他們有一橫一橫的紫痕 會認為說 這個應該是 所以警察用很多的去評斷 都還找不出原因 而且他家還有一個疑點 不願寫 也不調查 也不求真相 都不要 只有他哥哥在那個時候說 他問警察 他那個時候妹妹眼睛有沒有閉上 因為他希望他妹妹最後掉下來的時候 是無病 無痛 沒有痛 沒有最後的痛苦和掙扎 那不過所有的那時候 記者去拍的時候 如果大家還記得那個場景 所有的保全全部拿黑雨傘出來遮 而且罕見的把所有地方全部布置成整個像一個銅 全部遮住 所以這個是全聯家很痛的一段過去 現在再提出來 他們其實也不想再提了 對 當然這裡面其實很多人還是很好奇 到底那個晚上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通常一個人如果覺得他沒有什麼這種 所謂的親身欲望的話 不可能唱卡拉OK唱得這麼開心 而且說真的 這時候你還會把朋友找過來 疑雲真的重重 當然這裡面又牽扯到另外一個人 他怎麼會被牽扯到呢 他是一個帥哥 他叫林又威 林又威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一個知名的藝人 但他跟這個林佩華什麼關係呢 坦白講這場所謂的婚禮當中 原本 哎呀糟了 原來我們全聯的董作千金 林佩華小姐可是他的所謂的伴娘 所以文婉這件事情 而且後來季日還跟他的結婚日又衝到了 又頭一天 那剛有志有提到 其實這個事情是發生在民國一百年的九月四號 大概清晨七點多 就運動的人發現了 就聽到蹦一聲這樣子 可是呢 這個是因為發生得很突然 大家知道嗎 其實他是九 為什麼要特別講日期 九月四號是林佩華發生事情 那林又威呢 其實他們早就訂好 就是說呢 在九月十號他們要結婚 那天是婚宴 所以大家算一算 剛好是頭七 那天其實就是林佩華後來出病的日子 所以變成林又威 他結婚跟這個好朋友 這個出病的日子是同一天的 那其實林佩華他不是跟林又威是好朋友 最主要是他的太太 李玉文 然後他們是十年的姐妹桃 所以他們當時就是有說好 就是你要 你就是要來幫我當伴娘 那包括伴郎也是他們共同的朋友 那天結婚本來有六對 然後大家都歡天喜地 可是後來只能縮減到兩對 所以後來大家去算一算那個時間點 然後包括後來大家覺得說這個婚姻 就是說這個婚禮 感覺就是無形當中 是不是在之前就好像有下一些 比較不會幸福的因子在裡面 為什麼 因為後來三年之後 林又威跟他的妻子離婚 而且其實是非常非常恩愛 所以當時呢 其實這個對演藝圈來講是個震撼蛋 因為後來是突然間就宣布說 我們離婚了 而且我自己帶著兒子 所以這個大家 你會覺得說 好像感覺 林又威帶著兒子 就是可能是監護權歸爸爸這樣子 可是不管怎麼樣 一開始就碰到這個事情 大家都說好像不太極力 淡薄 不過說真的 聽起來這種事情還是要小心一點 這個親身事情不要隨便亂來 我們身邊這邊有警示語 所以你如果要徵行生命 一定要記得要打1995 不過我們提話話說 說真的 像我們這些 像我不知道有志寧 會不會走在路上被人家認出來很煩 像我早上都固定做一個時間 然後去搭公車 然後到電視台 然後見識這個節目結束之後 我又故意搭一個公車回到家 那就待在家裡 就不出來 今天出來也不知道幹嘛 那其實有一個人 我真的要謝謝他 就是林敏雄 為什麼謝謝他 因為他在我們家附近 有一個全聯 所以如果我覺得很無聊的話 我就會全聯去繞一圈 就像我今天有去逛了什麼事情 看看裡面的豆腐 豆腐之類的 還有飲料 然後旁邊就會有這個鄰居跟我說 你就是誰誰 我就是對對對 他是我唯一的生活樂趣 實在是非常謝謝林敏雄 當然這個卸完之後 後面的故事當然就是 可能是一個緋聞 也可能是八卦 所以任俊 這個我們知道有錢人 當然難免就是誘惑多 這是很正常 我不要跟他重疊 我們先放回來 這個有錢人 當然難免就是誘惑多 這個林敏雄也曾經有跟 就是應該是說一個知名 非常知名非常知名非常知名 非常知名的明星 跟他也有一點點曖昧 不是長相酷似明星 是是是 那事實上林敏雄 其實剛剛有志哥有提到 他被稱之為叫現金王 因為如果有人買土地買什麼 我們都要單單銀行擲款 因為他一通電話 錢就告訴你的頭 因為全年是收現金的 我們特別強調是你連買地 買地大概不會是幾百萬幾千萬 那個上億的錢 直接現金就搬到錢 真的真的 所以為什麼叫現金王 這種事情只有兩個人幹得出來 一個是大潤發 其實還有一個 不行 那個圓百 他們是有刷卡的 你講的是量販業 對 只有大潤發跟這個全年 全年有這個能力 全年以前是百分之百現金 有沒有記得 對 後來是因為央行行行長跟他說 要印很多的一塊錢 有一些是綁定現用的 某一家的信用檔 對 不是全部都通用 所以那個央行行總裁特別跟林敏雄 林大哥你有幫幫忙 是為了你們要印很多的一塊錢 可不可以 回來現在悠悠卡也可以用了 所以你就知道像這樣子一個量販 這種通路的業者 他可能現金流都非常非常的大 那林敏雄 因為其實你從畫面上面看起來 他笑得很慈祥 你知道嗎 因為他獨信佛教 他的太太也很信佛教 所以這裡面其實很多人都 他的員工都私底下叫他 叫他祢樂佛 真的有 笑臉笑臉 第一件事情耳朵 貼著 第二件是下巴 第三個我沒看到地方是肚子 對 眼睛也是 肚子可能就在我們這邊 可是事實上檢驗之前 這個2012年10月的時候 有週刊有拍到 因為大家就覺得他的家庭狀況什麼 其實我講說他也蠻低調 沒有出什麼事情 可是週刊就拍到了這樣的一張照片 那就引起了一些些的討論 你知道嗎 那這個照片 事實上是在某一個影城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他 因為他穿著這個西裝 那你剛剛講說這個 這個什麼演藝人 事實上是講 當時媒體是講說 他故事像當時香港 有一個演員叫做翁虹 翁虹 有嗎 但是媒體是這樣講 可能某一個角度看得到 這麼遠的距離也把他 對啊也能扯 對 沒有調好一點的照片 比如說天手 或者有搭到都好 重點就回到這個 事實上過去像這種被拍到的時候 都會用一些很曖昧的字眼 或者是借位的方式這樣子 對 借位 可是周刊也講說 他們的互動其實很正常 但問題是這個女孩子被討論 第一個就講說 他的外型很清秀 那周刊特別去找了 這是一個 講說這個是一個姓車的這個女孩子 那講說周刊跟拍的時間裡面 因為跟拍了一個月 林敏雄 那有拍到幾次 他有進到這個女孩子的住的地方 然後待差不多三個小時左右 就離開 那這張照片拍到的時候 是講說他們兩個互動正常 而且林敏雄 其實沒有大老闆的那個樣子 你知道嗎 因為兩個人除了看電影之外 甚至就是去那個小吃的 我們一般講平常 對 很平常 你吃漢堡也沒有說 一定要進館子或什麼的 他覺得他們互動正常 可是他們去找了一下 這個女孩子說很好奇 為什麼你會去他家 然後會跟他這樣去看電影的時候 就講說他們懷疑說 林敏雄以前有去一個 一個Piano Bar 那他們認為說這個女孩子 可能是那個地方的業務 但問題是那個Piano Bar 已經關掉了 所以他們的來往 不能講人家交往 就是說他們來往 好像似乎有一長串的時間 而且週刊去講就是說 這個女孩子 事實上在台北市 因為跟拍的期間裡面 他有拍到他進去他的地方 結果發現這女孩子好像幾乎 沒有在工作 要不然就是在家裡面 你跟拍的時候 也覺得他沒有去上班 可是他有兩戶在台北市區的豪宅 那據說這個市價將近兩億元 那也有貸款 貸款五千萬 你看週刊查到這樣 明明明明明明明 都把它查查出來 對 這個通常是有內線 沒有 我覺得可酷 重點是這樣 他如果沒頭路 如果懷疑他可能不正常 我們像上下班 上班族那樣 但一個月貸款可能 如果評估起來 可能要講二十萬到三十萬 天啊 哪來啊 那你剛剛講到說他的財力就最好 到處都移動 那邊有移動 人家也沒有在工作 還A了二十幾億 但是我們要跟他講一下 人家很抱歉 兩個人沒有什麼暧昧的關係 而且這樣很酸 那句話真的很酸 人家也沒看馬內移動一動 A了二十幾億 真的有沒有酸氣 有 但是講這個有沒有酸氣 這個讓你可能真的很酸 為什麼這麼酸 我們說這樣講 我們先這個頭 這個圖由下往上 先看這個 來 又出現 剛剛我們這位 就是這個孫道成 來 這個上面內容幹嘛 孫道成的兒女各自幸福 不曉得當時這個輸股票的人 有沒有想要把這報紙給撕 再唸一次 我必須要刺激大家 再唸一次 這傢伙欠了兩百多億 那至少讓這個股票市場 蒸發了七十幾億 然後這標題是什麼 孫道成的兒女各自幸福 所以到底壞人做壞事 兒女會受到傷害嗎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來 這邊是來 這邊就是他們一家人 來 這是孫瑩瑩 就是 這是孫芸芸 這是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叫什麼 孫志鴻 看起來有沒有幸福美滿 真的這個相片 不知道羨煞多少人 這個周刊 既然拍了他的這個兒子 就拍了他兒子的女朋友 在這邊 這應該是這個 這邊稍微遮一下 這他女朋友 那當然他是傳說是 到底是不是不知道 當然你說這個選美比賽 應該是看腿長 好 不論怎麼樣 這個聽到這句話說 孫道成的兒女各自幸福 真的他的孩子不是帥就是美 我們來看看孫瑩瑩的婚禮 禮服背後也是焦點呢 一個轉身 不令色露出大片美背 加上身材 鮮繫緊實 明媛孫瑩瑩的真實年齡 美國大學生不相信 就不可思議啊 她覺得說我是因為 為了拒絕她 所以騙她說我的年齡是幾歲 常常偷殺點綴黑色蕾絲 一襲黑白拼接婚紗 明媛孫瑩露出美背 臉上洋溢幸福微笑 甜蜜嫁做人妻 在和男友李士凡愛情長跑七年後 選在三十八歲生日這一天 美國洛杉磯比佛利山莊 舉辦豪華婚禮 其實早在四年前孫瑩 就和男友白一軍火傷之子李士凡 低調訂婚 但因為婚禮日期遲遲沒有決定 讓李士凡趕緊求婚 孫瑩大為感動 小兩口決定就在十八號 女方生日這一天互定終身 為了籌備婚禮 小兩口花錢不手軟 光是一席婚紗 市價就超過三十萬元 包括機票住宿場地佈置 花費出估超過千萬 這是何念慈的小孩嘛 對不對 那現在何念慈 就是跟孫道成分開之後 也是嫁得不錯 是嫁到美國洛杉磯的富商 他先生叫田立行 那至於他兩個女兒 哎呀真的是 當然這裡面當然你知道 畫這個相片應該是有修 但是不論怎麼樣 這個型就是很好 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孫芸芸 那最近最有名氣 是代理一家知名的這個電器 電器那包括了他的冰箱 那你知道 看他在介紹冰箱的時候 好像冰箱不是拿來裝冰箱的 是裝飾品 然後在他拿那個吸塵器的時候 覺得吸塵器 我要是那個吸塵器多好 被他握著這樣 好這孫芸芸 我想他還是魅力無限 但是比較大家少知道是孫芸芸 哇他也嫁得很好 是百億軍火商兒子 李華德智子 是的 我的天啊 我都不要搶一下 第二度 第二度 你看我多寫夢 幹嘛二度也是人 而且我覺得媽媽教女兒 一定要教得好 就要像這樣子 對 你看何念慈 他自己本身嫁到美國 去給一個電子商Jeff 對 人家在深圳也設廠 現在在洛杉磯 蘇嶼跟孫道純離婚之後 過得也是非常幸福 對 而孫芸芸呢 那也不得了 他嫁給廖正翰 廖正翰把微風 是不是經營得還不錯 包括臺北議戰也被他標去 現在在信義區也生根了 其實他們兩姐妹 其實都嫁得不錯 孫妮妮 我要講孫妮妮 2003年的時候 他嫁給一個電腦工程師 叫張漢陽 那其實大家蠻意外的 因為老實說還是有一點懸殊 可是他嫁到美國去的時候 大家以為他過得還不錯 可是2008年的時候 就傳出他們離婚了 大家想說你不是說你嫁得還蠻幸福的 就像文婉姐講的 他也一直形容他過得什麼 蠻有情趣的生活 可是孫妮妮2008年結婚之後 馬上就跟一個軍火小開 李士帆傳出戀情 誰的錢比較多 我是不知道 當然是後面 可是後面多 對 當然是後面 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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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差個十幾塊 你看 他之前他教的這個 他嫁的男生 不但要有身價一定要帥 你看張漢陽很帥對不對 帥 那時候拍婚照 他其實長得也很漂亮 他現在這個丈夫 看起來像老外 也是很帥對不對 而且他身價就更高了 大家知道嗎 他們家就是瑞福集團 瑞福集團是做什麼 就是李華德 是做什麼 做軍火的 你知道在林口跟桃園交界處 有一個華德山莊 我們一般想說 會不會是一個社區 沒有 那一萬多坪都我們家裡 裡面有什麼 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裡面就像 你去巴厘島度假的飯店一樣 像Villa一樣 還有游泳池 各位注意看 這個叫馬舅 馬舅 這在哪裡 馬舅 美國 這在臺灣 林口跟桃園交界 華德山莊 華德山莊 很有名 在臺灣 對 因為那裡面戒備 非常森嚴 在臺灣還有馬 對對對 還有羊馬 表示裡面還有馬場 好吧 你剛剛看裡面這個房子 還有他們家的 要進去的這個大門 這悲婦級貴人住在裡面 還得了 而且裡面的為安等級 是相當於總統的層級 所以你看媽媽一定要教會女兒 看丈夫要選 那要選要選到最好的 要馬就馬有十幾億的 不然也要百億的 這個是非常重要 這一定要有個階梯 裡面的階梯 怎麼去介紹這些有錢人 你還記得曾經有個案例 對不對 人家就十三歲 所以陌陌在旁邊就看著他 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那個人後來不是嫁去了 對不對 十三歲就知道 準備嫁給什麼 什麼正翰 十三歲 十三歲 你十三歲幹嘛 你看十三歲就陌陌陌陌陌陌陌 看到那個什麼 孫正翰是不是 廖正翰 廖正翰 然後看著 廖正翰的爸爸 就說小女孩啊 你在看誰 我在看那個哥哥 他好帥 我想嫁給他 十三歲 你看眼光多麼卓越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當然說真的啦 他們卓越我們卓烈 對 剛剛說兩段婚姻嘛 其實我們這樣講 這些有名的人士 難免就是誘惑多 那這個到底我們剛剛講到的 就是我們這位全聯大老闆 到底那個婚外 到底是真的呢 當然有帶商榷 不過這個應該是真的 紅龍火的一隻小雨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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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佛喝一隻小雨傘 看就笑心疼 你膝蓋 隨便領著一片小串 好如大 我感到無故心心的虧我 好如大 心情也虧我 會喔 好柔情喔 這麼帥的男人 對 還會跟小三打架 這又怎麼回事 這麼帥的男人 其實他心裡面其實是有影集的 應該這樣講 大家都知道 沒有啦 因為從小 其實洪一峰對他的教養 是非常非常嚴格的 然後一路可能他十歲的時候 他就要學很多的鋼琴才藝 然後加上爸爸媽媽從小離異 所以我覺得那些對他來講 都是心裡面很大的陰影 所以後來大家知道嗎 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有過他有過第一段的婚姻 那婚姻是因為個性跟酗酒的問題 所以他還曾經因為酗酒 酗酒 對 他有酗酒 紅龍紅有酗酒 是 他有酗酒的問題 所以酗酒一定相對的 就有什麼情緒障礙 所以那時候一度呢 其實沒有關係啦 其實我這樣打個岔 酗酒一定要要酒駕被逮到 這樣就可以當立法委員 其實也沒什麼關係 想當立法委員 就是第一件事 你必須是大學教授 第二件事之後 你喝了有點忙 還要開車 第三個要找有警察這個懶的地方 然後被懶下來的時候 要跟他說 我是誰 我姓郭 我準備當立法委員 其實也OK啦 不過酗酒問題還是要討論一下 好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酗酒的問題 所以紅龍紅你知道他其實是本來是教友 後來曾經也因為一度酗酒 所以教友 教會就說 那你要不要就是退會這樣子 可是在這段時間 他遇到了另外一個人 就是他第二任的妻子叫陳詩玉 這個人非常厲害 他在圈裡面算作幕後 作詞 作曲 很厲害 前一陣子還跟顏訣 大家記得顏訣還傳出緋文 顏訣很多年輕人就知道 拉回來 那這個陳詩玉 他怎麼跟紅龍紅結緣的呢 我覺得他有點 因為在教會的關係 他看到紅龍紅 那時候可能情緒也不好 狀況也不好 所以他就安慰他 尤其那時候紅龍紅 他因為好像是投資了一個什麼東西 被倒了一千兩百萬 他這時候 他那時候的應該是算說教友 那時候還沒有結婚 教友陳詩玉就說 我帶著你禱告 我跟你講主會救你的 結果就這麼妙 一千兩百萬回來了 那有這回事啊 那就是覺得說主真的就是要赦免 你要到 主 拜託我們收視率可不可以到1.0 拜託 看你的收視率1.0 我們一起去受洗好不好 好啦 那這個就是很好的一個 因緣的開始 兩個人就越走越近 然後後來就結婚了 那這一結婚呢 三個小蘿蔔頭就出來了 然後呢 這個手牽手十五年 那大家都覺得沒問題啦 可是你知道嗎 在一二年的時候曾經一度 兩個夫妻就去上節目 那時候大家記得嗎 很流行大嫂 就是說大嫂團 或者說這個藝人老公 帶著老婆上節目 那時候他的太太 其實他太太很漂亮 你看他不但有 你看我剛講說他會作曲 其實算圈裡面唱片界 蠻資深的一個作曲老師 然後呢 他們那時候一起上節目呢 詩玉就說了 他就說 其實我們一度走不下去 簽了這個離婚協議 因為呢 他的那個 因為小孩教養的問題 因為個性的問題 再來 酗酒的問題 聽說 就是一喝酒啊 就是喝太忙 會摔東西什麼之類的 就是情緒控管很差 好 我們曾經 有沒有酒駕 好像還好一點 沒有啦 因為他們要當立法委員 所以不用酒駕 就是要講這個就對了 好 重點是呢 可是呢 這個過程裡面他們曾經一度 婚姻危機 可是又救回來了 可是大家知道嗎 在13年他們終於撐不下去了 就離婚了 然後呢在14年 這個事情爆發 為什麼爆發 就是剛剛傑銘提到的 游小三 那這個小三呢 據說呢 在這個所謂房屋業界 其實還蠻活躍的 可能做法拍啦 或者是房屋仲介 很厲害 然後呢大家都說 他是一個貴婦 而且我覺得比較 人家常常講說 那很尷尬的是 可能原配都不知道 但是呢 在這個紅蓉紅的朋友圈裡面 對這個貴婦 這個第三者 這個所謂的小三 也許人家不是 反正大家都這樣稱呼 並不陌生 因為常常會一起啊 紅蓉紅帶著她吃飯啊 這個貴婦是單三移嗎 單身 單身 可是有一個問題來了 這段時間呢 陳思雨在做什麼 我們剛剛講說 她太太在幹什麼 她還在加拿大 她帶著三個小孩 然後呢照顧小孩 可是突然間有一天 她覺得不對 她必須要回來了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沒有善養費 沒有小孩的教養費 可是他們在加拿大住的房子 居然被 以所謂財產的那個狀態不明 被封鎖了 所以你不能動 那陳思雨就覺得 發生什麼事情啊 我要趕快回來處理嘛 然後呢可是他回到台灣之後 紅蓉紅必不見面 那他就心急如焚啊 而且他自己一個女人家 他帶著三個孩子怎麼辦 他怎麼養 所以呢他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找了紀寶如幫忙 他說你帶我去找 因為紀寶如 我們知道他都從事公益啊 什麼的 然後在圈裡面 就很熱心公益 那一天話說呢 紀寶如就帶著陳思雨 三個小孩 對 到呢 紅蓉紅跟那時候的女朋友 就是所謂這個小三 對 的住屋處 你知道嗎 你可以想到那個畫面嗎 因為那時候紀寶如就覺得說 他覺得怪怪的 因為帶著三個小孩嘛 那你明知道這個爸爸跟另外一個女人住在裡面嘛 他覺得不好 所以他就說 那思雨你跟那個小孩先在樓下等我 我上去看 對 就上去看敲門結果呢 隔著那個鐵門 然後呢 紅蓉就說 不要 我不要見他們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就講了 那時候那個女朋友的名字叫Susan Susan 在裡面 而且他也不講 也不方便 他意思就是說不要就對了 可是孩子就在下面啊 那那個寶如姐就很尷尬 那就要化解這個狀況 他只好下去 他就說可能不方便這樣 可是孩子已經受不了 他說爸爸為什麼不要見我們 據說他們就往上衝 那往上衝你知道那個孩子跟 跟那個爸爸是隔著一個鐵門 爸爸很覺醒說 我不要見你們 他不見了 所以孩子就隔著門在外面 就一直哭一直哭 我要見爸爸 我這麼久沒有看到爸爸了 然後一直哭 所以這個吵鬧的狀況 就後來引起 當然有管理員嘛 然後呢 也有住戶就報警了嘛 所以這個事情就爆開來了 那爆開大家就覺得 你怎麼會這麼絕情呢 怎麼會這個樣子 可是大家都不懂說 很多周遭的朋友就說 這個事情都覺得他們真的覺得 不是他們認識的紅蓉紅 太陌生了 對不對 怎麼了 好 可是後來大家就講了 有的人像我們這種婆媽的代表 一定會說 我就看你們好多 你們多好 好多久 對不對 真的沒有好多久 因為後來就傳出來就是說 紅蓉紅本來一度其實有戒酒的 可是因為認識這個女朋友之後 兩個情投意合 那都喜歡喝兩杯 結果後來這個就習慣又來了嘛 可是兩個人喝完很特別 以前是紅蓉紅可能情緒控管不好 會有一些這個失控的舉動 那施語可能他的施語 以前可能就是勸啊 不然就躲 這個女朋友妙了 我跟你拚了 結果後來呢 聽說有一度兩個人都掛彩 一個可能撞到頭 一個手還斷掉 我天啊 所以像這種狀況的話 就是說擺明了嘛 不能不能相處了 所以據說後來他跟這個新的女朋友 也就是也就斷了 不然怎麼開始 可是大家就很關心啊 那他跟施語呢 他跟前妻呢 沒有啊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陳施語你不要看這麼美 有沒有之前還傳出更言訣 我們歌壇的情歌王子 還有一度有緋文 因為寫那個啊 情歌啊 多棒 所以我覺得男人嘛 傻 這段的結論有一點傻氣 是不是 超傻 男人嘛 傻 傻 傻 因為你 傻 好了 不然還有我傻 這個是太厲害了 不過我說那這個人呢 他會傻嗎 我們看下一張 那他傻嗎 我看他可能不傻 我們看一下這個人 傻